105 亞洲電視本港台 曾育成認為《基本法》頒布多年討論修改很正常 2015年7月21日6時新聞 亞洲電視立法會主席曾育成早前表示 曾與內地法律專家及官員討論修改《基本法》的問題 他今日澄清 並非收到消息中央有計劃修改《基本法》 但認為《基本法》頒布二十多年,香港與中央關係有不少變化 討論是很自然的事 立法會主席曾育成指,《基本法》是根據上世紀八十年代情況草以頒布 一國兩制規定回歸後五十年不變 現時已過了三分之一時間 國家、香港及內地關係發生了不少變化 各方都關注香港之後會如何走下去 一國兩制已經十、行了十幾年 《基本法》已經頒布二十幾年 都要研究接下去要怎樣 所以的確有考慮過 假如要修改《基本法》應該要怎樣做 被問及哪一條法例應該修改 曾育成認為現時表明如何修改是如常行為 其他條文,任何人,無論什麼人也好 現時出來狠草率地說 我認為哪條哪條,法例,需要修改 這是狠愚蠢的事 曾育成又希望 立法會財委會十月復會後可以通過 創科國的撥款 因爲